我们进入到第17课的学习 了解对象数组类 那么我们的对象数组类和我们的文本数组类 以及整数数组类的用法相同 唯一的区别是它所储存的内容是我们的对象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火山软件开发平台来进行一个实战 我们选择文件 新建 新建项目 选择MFC窗口程序 我们项目名称就取名叫做 对象数组类学习 我们将它保存在桌面 解决方案名称我们也取名叫做对象数组类学习 那么首先我们老规矩给窗口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给它取名叫做标题 等于我们的对象数组类学习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类 这个类的话我们取名叫做测试学习 将它公开 里面创建两个内部的变量 那么我们这里是创建两个内部变量 你们可以创建多个 这个无所谓好吧 我们取名叫做内部 测试整数 那么类型是整数型 公开的的话这里就不公开了 同样的我们再创建一个变量叫做内部 测试文本 类型是文本型 同样的不公开 然后我们给他们创建他们的方法 那么这里说一下 创建方法的话我们之前的课程都有讲过 对吧这里就不详细去讲了 我们直接创建 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取名叫做测试整数 公开 然后我们属性读 返回整数 返回我们的 内部测试整数 然后同样的我们再创建一个方法 测试 整数 公开 我们属性写 创建一个参数 新的值 整数 我们的内部 测试整数等于我们新的值 然后我们再创建我们文本的公开的方法 测试文本 公开 返回 返回文本 属性读 返回我们的 内部 测试文本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方法 同样的 同样的测试文本 公开 内部的话 属性写 创建一个参数 我们 我们新的文本 我们新的文本 那么这个命名的话你们可以随意命名的啊 同样的我们内部测试文本等于我们的新的文本 这个时候我们就创建了这两个变量的公开方法 然后我们创建对象来进行调用 首先的话我们打开我们的界面布局设计器 我们拖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我们取名叫做 对象 宿主 内 学习 同样的 他的标题 我们也取名叫做对象宿主内 学习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按钮 添加他的点击事件 这个时候我们新建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称我们取名叫做 测试对象 他的类型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创建这个类测试学习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测试 测试对象 点 我们的测试整数等于100 测试对象 点我们的测试文本等于 你好 我是测试文本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试输出 我们的整数 调试输出 测试对象 我们的测试文本 我们进行一个调试运行 好可以看到我们的窗口已经成功的运行起来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一个测试 可以看到我们输出100 并且输出了你好 我是测试文本 那么这就是我们之前课程所学习到的知识 本集课我们就要去学习我们的对象数组内 首先 大家要理解一个概念 我们的对象数组内和我们的文本数组内 以及我们的整数数组内 以及我们的小数数组内 都是一样的用法 只不过我们的对象数组内 它的作用是储存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的对象数组内 它的作用是储存 类似于像这样的变量 这样的对象 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 首先先将上面的代码删除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来一个新的命令 叫做新建 对象 那么这个新建对象的话 它就是新建 我们的一个对象 我们之前所创建对象都是这样的 创建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我们输入一个名称比如说XXX 然后类型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创建这个类 对吧 测试学习 这个时候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的话就是我们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创建对象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先将这个变量 创建 我们不用这种方式去创建我们的对象 我们可以通过新建对象这样的命令去创建我们的对象 创建一个临时的对象 比如说 这个新建对象它里面有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将鼠标移动到新建对象这上面来 然后鼠标右键 这里有个跳到新建对象的定义位置 它这里的话有一段描述 这个新建对象它的作用就是创建并返回一个所指定内的新对象 而这个新建对象它里面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说要你提供你所要创建的对象的数据类型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新建对象 我们要创建什么对象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 类型为测试学习类的对象 我们就输入 测试学习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新建对象它就自动的给我们创建一个测试学习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它的作用等同于我们创建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输入一个名称 它的类型是测试学习 这个新建对象 新建我们测试学习 它给我们所创建这个变量的用法 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 我们的 xxxx 点 测试整数等于100 xxxx 点 测试整数 测试文本 等于 你好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调试输出 点 测试整数 调试输出 xxxx 点 测试文本 然后 我们这个时候新建一个对象 我们用我们的xxxx 来等于我们新建对象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又新建了一个对象 将我们这个xxxx 原本的对象给去除掉了 变成了我们新建这个对象 然后我们再次进行一个 然后我们再次进行一个调试输出 我们的xxxx 点 测试整数 调试输出 我们的xxxx 点测试文本 我们来进行一个 调试运行 这里的话提示错误了 无法将数据类型火山 对象转换为我们的测试学习 这个时候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要进行一个强转 将我们这个新建对象 也就是我们新建一个测试学习的这个对象 我们将它强行的再次转换为我们的测试学习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建对象的 方法 鼠标移动上去 右键 我们跳到它的定义位置 那么它有一个描述 这个描述是 创建并返回一个所指定内的新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输入了我们所想要创建的对象的类型 但是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类看见没有 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类 也就是说 我们创建了这个测试学习过后 我们还要将它强行的转换为我们的 测试学习 那么大家记住一个概念 在 面向 对象 编程 语言 当中 或者是 我们的 火山 开发平台当中 我们的所有的类 都是基于 对象类的 也就是说 我们新建了一个对象 看见没有 新建对象 然后我们的类型是我们的测试学习 这个时候 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类 我们就给两个括号 我们就给两个括号 那么这两个括号里面我们就填上我们的测试学习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 就是强行转换 也就是 也就是 我们的 对象类 强行的 转换 转换 我们的 测试 学习类 那么新手朋友的话听见这句话可能会比较的懵 没关系 我们以后会详细的去讲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运行的 情况 我们点击 调试运行 可以看到现在是正常的运行状态 好运行起来了 我们点击 这个按钮的进行一个测试 首先 他输出的一个 100 然后他又输出一个你好啊 然后他输出一个0 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测试整数的话 我们的整数 默认就是0 也就是说我们火山里面 我们的整数型 他默认就是0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空的 看见没有 后面都是空的就没有了 因为 我们的文本 默认就是空文本 好 理解这个概念过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段代码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给这个对象的整数 复制为100 给他的文本复制为你好啊 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调试输出 那么当我们调试输出的过后 我们又新建一个对象 并且将我们新建的这个对象 复制给 大家记住 复制 这是 复制 ющ 但 合逓 复制 然后这个XXXX的变量 它既然被我们新的对象复制了过后 那么它之前里面的这些整数 以及文本肯定就是消失了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新的对象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试输出它 肯定就是没有的对吧 然后我们再次 XXX点我们的整数 等于200 叉叉叉叉叉 点我们的测试文本 等于 随便输入几个数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试输出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运行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一个调试 首先是0100 然后是你好啊 然后是0 然后是空文本 然后我们给这个整数又负责了200 给这个文本又负责成了这个数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流程 当我们理解这个流程过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知识 那么之前的话我们又讲到这个 也就是我们这个负值 以及我们这个强转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 我们新建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我们叫做测试整数 类型的话我们就整数型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变量 叫做测试小数 类型的话就是小数型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负值 测试整数的话 等于50 测试小数的话 我们就等于2.5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来进行一个调试输出吧 测试整数 调试输出 测试小数 然后我们将我们测试小数强行的转换为我们的测试整数 比如说我们的测试整数 等于我们的测试小数 这个时候它会报错 我们来调试运行一下 看见没有它报错了 将小数转换为整数的时候存在我们的数据精度丢失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强转 我们给两个括号 在括号里面输入整数 记住这段话的意思 这段话 这段代码就是将我们的小数强行的转换成整数 那么这就是强行转换的意思 我们可以将一个我们的变量或者是我们的类型 强行的转换为另外一种类型 比如说我们的小数 它的原本的数值是2.5 那么我们将它强行转换为整数的时候 它这个时候的类型或者是它的值就应该是2 因为我们将我们的小数强行的转换为整数 那么小数这一段的话就丢失了 也就是说这个值就变成了2 这个就是强行转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一个数值强行的转换为另外一个数值 我们可以运行起来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没有调试输出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调试输出 测试整数 我们点击调试运行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对吧 它首先输出的是这个整数为50 然后输出我们的小数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小数强行的转换为我们的整数 这个时候再调试我们的整数 它就是2了 看见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括号里面数据类型 这样的方式来对我们的变量进行强转 知道吧 那么你们记住这种用法就好了 那么我们在了解这些基础的知识过后 我们来学习今天的重要知识点 对象宿主类 那么首先我们将这个代码删除掉 我们的对象宿主类之前有说过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储存我们的对象的 比如说 我们新建一个变量 我们叫做测试宿主对象 类型的话就是我们的对象宿主类 然后我们可以测试宿主对象 点加入我们的成员 那么这个加入成员的话 之前我们都学习过对吧 我们的文本宿主类和我们的整数宿主类的时候 只不过这个测试宿主对象 它所加入的就是我们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新建对象 将这种代码复制一下 我们在这个位置新建对象 然后我们XXXX 给它的整数 等于500 然后我们的XXXX 点文本的话 我们就测试为 给它输入为 比如说 ABC也可以随便输入一个值 我们将我们的这个XXXX给添加进去 然后我们再次新建对象 我们又新建一个新的对象 我们XXXX 点 测试整数等于1000 XXXX 点我们的测试文本 等于A 我们再次新建一个对象 让我们新建对象之前的话 要将这个 我们新建过后的这个对象 更改过后的值 以及是我们这个对象 给添加进去 我们复制一下这种代码 粘贴 同时的话 我们这个新建的对象 又XXX 点测试整数 等于1 XXX 点测试整文本 等于 D 然后我们再次去添加这个 新的对象 加入成员 我们的XXXX 然后这个是我们调试输出 我们的测试数组对象 点去成员数 那么 我们这个取成员数 取出来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肯定是三个吧 因为我们加入了三次 对吧 我们可以调试输出运行一下 我们点击 按钮 对吧 它输出了三 也就是我们有三个成员 这个时候我们 测试输出对象 点取成员 我们取第三个 也就是2 因为我们是已经开始的 也就是012 我们取第三个 也就是输入2 那么 我们取出来的对象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取成员的话 它取出来的是一个模板的类型 这个时候 我们要进行一个强转 之前的话 我们都说过 强转就是将一个类型 强行转换为另外一个类型 我们创建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称我们取名叫做返回的 或者是取回的 对象 类型的话就是我们的测试 学习 然后我们用我们取回的对象 去等于我们的测试数组 取成员2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强转 给两个括号 将我们取出来的这个类型 强行的转换为我们的测试学习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试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试输出 我们取回的对象点测试整数 调试输出 取回的对象点测试文本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试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一个调试学习 首先 它输出的是三个成员 看见没有 然后它输出的是第三个的成员 因为我们取的就是第三个的成员 我们第三个成员的话 它的整数是1 它的文本是b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1b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对象 添加到我们这个对象宿主内里面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将它取出来 看见没有 将它取出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象宿主内的学习 本集课的话我们讲的比较多 大家的话可以下去多吸收一下 然后我们下集课再见